歡迎回來 本集的重點有療癒小物 羊毛戰藝術家Naomi 跟銀座3月的夏日精緒展 今天要去逛秋葉園 剛好一樓大廳有市集活動 羊毛戰藝術家Naomi桑油來擺攤 她的作品都超療癒的 用羊毛戰做出動物的咖啡拉花 跟用美食加上可愛動物的結合 很不為人心 我們將要買兩個作品 一個是企鵝聲帶 另一個是企鵝拉花 後面包裝袋的插畫是當初拿了比賞現場畫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加他的IG去看他的作品 題杰的話我會放在下面 下午要去銀座3月逛金魚展 賞金魚納涼可以說是日本傳統夏日風情之一 而時至今日這個習俗依然沒有改變 金魚在日本代表著豪玉與繁榮 也是夏夜祭典的主角 以三萬條金魚結合燈光聲音嗅覺等感官體驗 讓參展的你去感受金魚尋力的變化 整個逛完大約一個半小時 建議下午吃完午餐來逛剛剛好 金魚展原本是在日本橋那邊展出的 2022年的時候搬遷到銀座3月8樓這邊 這是長社展 所以不用擔心會看不到 中文字幕提供 我們 他的表情是很熱實的 也是很熱鬱的 原來是說 很熱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捨不得忌延 各位下次有機會到銀座風光 可以把這邊安排進行程 本次介紹就到這邊啦 大家下支影片見 掰掰